高速公路一天收入15亿 为啥还是连续亏损 这赚的钱都去哪了呢 先说答案 拿去还债了 你有没有想过 修高速公路的钱是哪里来的 是国家拨款吗 还是地方政府花钱呢 到2020年底 全国高速公路总长度 已经超过了15.5万公里 能绕地球三圈多 每公里高速公路 根据修建难度的不同 造价在1到2亿元之间 这笔巨额支出 恐怕没有几个地方政府能承担 早在1984年 咱们准备建第一条高速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有了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方面了 村众化肥运得近 山里的特产运得出了 大家的日子也就更好了 但是修路的钱呢 就硬是错不起 第一条高速公路预算是2亿 要知道 那时候咱们普通人每个月 才赚几十块钱 政府就算把全部税收都用上 也是九六一毛呀 所以啊 当时提出了一个模式 借钱修路收费还贷 正所谓 谁收益谁交钱 政府出面向世界银行借钱 等高速修好了 来往车厂收益了 就每次走高速都交一点钱 用来还贷款 现在全国高速公路 每天收入15亿 却还有7万亿的债美还清 别忘了 还有利息 高速公路的利息 一般在4.5%至4.9%左右 按最低的计算 一年的利息就要3700亿 如果每年收入5000亿 全用来还贷 那至少还要37年才能换完 而建设费用啊 其实只是小偷 说个冷知识 公路养护有5倍定律 如果花1块钱修路 那后期的养护成本 就要花5块钱 不过呀 并不是每条高速公路都亏损 比如广深高速 连接了广州 东莞 深圳 香港 每天都有65万辆车 从这里经过 说它是黄金通道 一点都不为过 但个别高速的盈利 还是改变不了 全国高速的普遍亏损 而且啊 还有个统借统还的政策 只要有一条高速公路 没还清贷款 那其他的高速公路 就依然收费一帮的还贷 因为国家对高速公路的 全面布局 算的是一笔更大的账 现在啊 有99%的城镇 都覆盖了高速公路 许多省市还实现了 现现通高速 现在啊 咱们能足不出户 就吃到宁夏的西瓜 青岛湖的大鲤鱼 都靠这些亏损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有没有可能不再收费呢 当然 而且啊 现在就有 咱们国家的高速路 是有收费期限的 一般是15到25年 最多30年 无论是否盈利 都要免费开放 咱们国家的第一代高速公路 广东的广佛高速 已经到了收费期限 从今年2月23号 就开始免费通行了 还有山东的荣物高速 危害到烟台一段 也不再收费 虽然2018年 公路管理条例修订案 放宽了30年的限制 但可以想到 未来啊 还会有更多高速公路 会取消收费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特例 海南 这里是唯一一个 所有高速公路 都不收费的省份 那么海南修高速的钱 怎么还呢 原来啊 他们把高速费 并入了油价里 所以海南也成为了 全国油价最高的省份 这跟美国的收费方式 有点像 美国90%的高速路 不收费 用的是 以税代费的方法 通过汽油附加费 购置税 使用税等等方式 回收高速公路的建设费用 那作为消费者 你觉得那种 收费方式更好呢 感谢收看 X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